我們現在單單居家隔離,幼兒園就92個,補給班29個 然後現在擴大採檢是149跟70名 然後這還沒完 我們還在繼續查他的同學,到底有沒有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一個案例,居家隔離就一大堆 不過看一看我們目前臺北市居家隔離已經上升到800多名 不過再加上自主健康管理也有一大堆 所以算一算 我估計 我們大概後天是要除夕 我們在除夕夜 我們在臺灣居家隔離的會超過一萬年 所以 所以為了這個要防止疫情擴散 現在變成有一萬多人,超過一萬人 被關在防禦疫館,不能回家 吃過年飯 所以這個實在是 這策略真的要想想看 那大家最關心的是這樣 既然說這個目前在社區委員都傳遞鏈 雖然他還沒散開 在台北還沒散開 但這到底我們在二級跟三級之間到底要怎麼做 好 我們來想想看 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去年疫情防疫最成功的是什麼 我們沒有出動警察軍隊 只用概覽 就是說我們又要 指引原則 大家聽一聽 現在是這樣 如果 這個 每天 不確診的案例數 超過10例的時候 每日確診案例超過10例 我們會升高到30 不過現在是這樣 既然我們這麼多人都打過疫苗 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不見得 應該 就算有感染也不容易 傳開 所以老實講 在現階段 要升到三級 我是不太贊成 可是在二級的狀態下 你知道 我們要去面對一個事實 從過去的經驗 這兩年的經驗 失望還是最危險 所以這樣 我們的規定是這樣 這也不是說我們要去強制執行 只是說 一個呼籲 請大家配合 看看我們 當然如果疫情還是要擴散 我們還是用強制的手段 第一點就是說 賣場還是要人流管制 賣場裡面人不要太多 原則上就維持 2.25平方米 大概 一個人 所以不要在賣場裡面塞一大堆人 所以每個賣場自己要稍微控制一下 人流 太多人 不要在賣場裡面人幾人一大堆 這個還是 保持社交距離這是一個策略 當然在裡面還是要大家嚴格戴火灶 餐廳是這樣 打疫苗 沒有保證說你不會感染 但是有完整打疫苗的人 不容易被感染 萬一被感染的話 也不太容易傳染別人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 在還沒有疫苗護照的使用情形下 我們是呼籲 顧客分兩個來討論 第一個是餐廳 餐廳的工作人員 原則上老闆要確定你的員工是 疫苗打滿兩劑超過14天 如果超過三個月要再打第三劑 目前我們台灣定義的所謂綠燈 餐廳的老闆 你要確定你的員工做到這種程度 第二點 顧客的話 如果你是打滿兩劑超過兩個禮拜 那如果是打滿兩劑超過三個月有打疫苗 我們認為你不太容易感染 就算感染也不太容易傳染別人 所以比較安全 這種人去餐廳吃飯OK 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不是這種所謂的安全綠燈 我的建議是這樣 你要買外帶 要買外送 如果你一定要去餐廳吃飯 拜託那你就去 包廂 不要吃到別人的麻煩 包廂 你有錢去吃包廂 你不要 又沒有打疫苗 硬是要去餐廳裡面 去跟人家分在一起吃人 害人害羞 所以在 在現階段我們是這樣 這個叫有條件禁止內用 就是說如果你不是安全了 你就拜託你不要來 不要來害人了 當然我們會剛觀看我們現在台北的感染狀況 如果有一天真的 實在是太危險了 我們就會用比較強制的手段 會去要求 那在現階段還是兩個呼籲 第一 業者要提供安全的服務 所以說你的工作人員 要符合那所謂綠燈標準的疫苗 第二 顧客的話 自己心裡有數 如果你不是綠燈的 請不要去內用 你要去內用 幫你包廂 不要吃到大家的麻煩 就是這樣